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 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 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 毁灭人只要一句话 陪直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 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下去翻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 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恶气我 没有邪悲心得实惠 新来面对这一点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 你懂吗 二十三点 真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有十六个经关联与祝福别人 侠客文章一连一种执行的不知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 智慧与经验